字幕畫面 剛才看到這段女司機握著Tesla 進去油站入油這段片 就搞笑居多了 但我們今天試駕駛的這部 入產SRENA E-POWER電動車輪車 純電驅動竟然真的要去油站入油 為甚麼呢?馬上帶大家看看 它之所以要入油是因為裏面有1198 cc 的電油引擎 e-power 系統主要由三個部份組成 包括電油引擎、鋰電池和電馬達 和一般Hybrid運輪車不同 它的電油引擎是沒有直接連接車軸 只是負責幫鋰電池充電 而負責驅動車輪的電馬達 便會直接由這顆鋰電池拿電 正因為充電的責任落在電油引擎上 所以這輛Serena 都要入油和排放兵器 剛才聽完這輛Serena e-power 的動力解構之後 現在我們坐上這輛車上駕駛一轉 由於剛才都說過這輛車其實是純電驅動 它的引擎只是負責為馬達充電 為電池充電 所以你踩給電門的時候 其實跟電動車的反應一樣爽快 不會有些延遲 動力會離得很快 寧靜度其實它都會 由於始終有一個引擎 它的引擎都會發動 去幫助電池充電 就不會像日產同廠的Lift 或者其他電動車那樣 完全是很安靜的引擎聲 你也會在車廂上聽到少少的引擎聲 還有排費也是在15cc 以下的級數 就是3000多元就可以交到一年的排費 省油方面 數字亦是比電油版的SRENA高的 一Lit的油可以走廿四點多公里 如果計算現在油價 大概都是七號八號字左右 一公里 比起其他的七人車 同級的一些七人的MPV 是省油很多 這裏有一個review版上面 是有一個很清晰的圖示 告訴你現在的引擎 有沒有驅動那顆電池充電 亦都會告訴你 現在的電池就是 幫馬達去驅動供電 令馬達去驅動車 如果當電池是舊的時候 引擎會看到它關燈 就是告訴你現在的引擎是沒有開到的 這部車還有三個駕駛模式 包括S Mark模式 Equal坑油模式 和Normal正常模式 當啟動S模式的時候 還可以選擇當中的Quiet Mode 令引擎暫停運作 直至理電池沒有電才會重新啟動 如果開動了S模式的駕駛模式 其實它的油門 亦都會成為一個 好像日產同廠的Leaf電動車 有一個E-Ped的模式 即是你正是靠電門去踩油 給油的時候 當你收油的時候 它可以同時做煞車的效果 當你每一收電門的時候 其實它的減速速度的反應是很快 有好有不好 縮有縮得快 有時候坐車的乘客 可能會未必那麼舒服 但它如果在一些城市的路段 多燈位 其實你不需要靠駕駛的 你可能只是用單一個油門 踩進去收油的時候 它就可以一氣過做煞車的功能 剛才試過 其實一收油的時候 就算是燈位 它都可以完全幫你停低 日本車出名的Detail Store 今次我們試這部 日產的Serena E-Power 亦都不例外 可以看來到中排這個座位 有USB的充電位 可以幫乘客充電 手機 有些小桌子 桌子打開之後 還會看到一些杯架 放飲品 放在一本手機 都沒問題 關上它之後 會看到有兩個勾 這裡都寫明了 最高可以負重3kg 無論是勾送 或是購物品 都沒問題 可以勾在這裡 兩邊座位都有USB 還有一個勾 還有一個桌子 上面的車頂 看到有些冷氣的調校 獨立調校 還有一個窗簾 我們要再問一下 我們要來看 這隻小桌子 就要去看 有些小桌子 我們要來看 我們要來看 一下小桌子 我們要來看 一下小桌子 我們要來看 一下小桌子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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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